你在击杀江狮王江城时 只是不小心误伤了一个逆天小仙女 没想到却遭到拳王小仙女网爆 他们不仅说你比妖魔的威胁大 还要求派你死刑 立即执行 狮王邪气入体的你 一怒之下直接选择吸收湿气 走火入魔 人生在世 虚名看淡 不服就干 网红明星 非要进藏经阁 看龙虎秘术五雷阵法 你一道掌心雷劈过去 想看就看 看完你就去死吧 版本替灵女主播山上半鬼吓人 就让阁下成真果了 平道的人黄帆刚好饥肯难难 此时一身红袍的玄冥道长正在劝说呢 天师山下那个被误伤的伤员的事情 我们已经出面澄清了 相信很快就会真相大白 您不用想太多 先闭关驱除体内的士气吧 看着玄冥道长远区的背影 以面色清黑 三天前 江世王江城出世 一夜之间 屠杀了一个村子上百户人家 警方出动武警镇压 但狮王刀枪不入 反倒是警方人员严重伤亡 无奈之下 只能找到龙虎山 请你帮忙斩杀狮王 你在两年前继任龙虎天师 面对这种事情 肯定要慌 于是带着几名道长 下山单刷狮王副本 原本事情很顺利 但打着打着 不知道哪钻出来的傻缺女主播 脑子抽了一样 跑到现场近距离直播 你和几位道长连生驱赶都没用 就是不走 要流量不要命 不料将狮王临死反忽 要借着那个女主播捣乱 想拉着一名龙虎山道长 垫背一起死 关键时候 你顾不了那么多 在龙虎道长和脑袋女主播之间 只能选一 各毫不犹豫 选择保自己 最终的结果是狮王死 女主播被你误伤昏迷进 但自己被狮王咬了一口 失气入体 这件事情被媒体报道之后 尽管有官方给你背书 但却被一群逆天小仙女带节奏 各种声音攻击 尽管龙虎山官方和警方已经在解释 但效果还是不大 回到自己房间 谈膝而坐 不明白自己做错了什么 明明可以无伤拿下狮王 却被逆天小仙女影响占据 差点搭上一名年轻道长的性命 自己就自己山上的道长 有什么问题 可自己竟然被网爆了 看了那些谩骂自己的评论之后 你倒心不顺 浑身难受 就在这时 玄冥道长又急匆匆地跑了回来 天势不好 三清殿进来几个捣乱的女主播 把我们龙虎山的千年祖师香炉砸了 闻言你一身紫袍 被狮王血气染红 变成紫红色 眼眶四周也变成黑色 双眼之内充斥血丝 你袖子一挥 血色灵气直接掀开房门 竟有这好事 玄冥道长看着 站在自己面前的天师 总感觉有哪里不对 以往的天师一身正气 先锋倒鼓 但此刻的天师两眼周围淡淡黑色 双眼之中充满血丝 身上无意间渗透出的灵气 竟然是血红色的 如同血气外泄 玄冥道长神色动容 有点担心 天师宁体内的湿气 解决得怎么样了 你笑了一点湿气吗 小问题频道已经将他练化 那那可是狮王的湿气 在人体之内就是剧毒邪物 怎么能量化 不应该是驱散出体内吗 怪不得感觉气息不对 这明显走火入魔 刚刚说山下有人 砸了我们龙虎山三清殿的祖师香炉 走吧带频道去看看 你的声音变得很利 去看看有没有事 看着你身上 酷酷开始冒黑气 玄冥道长吓坏了 天天师 虽然对方砸了我们的香炉 但您要知道 现在我们龙虎山处于风口浪尖 很多双眼睛都盯着我们 可不能乱来 您现在走火入魔 状态不对 要不这件事情 还是我去处理吧 您先回去休息休息 你扫了一眼玄冥 注意你的身份 你只是龙虎山三清殿的殿主而已 我才是龙虎天师 虽然你在辈分上是我师兄 但你有资格拦我吗 一声呵斥 黑色五雷音声波 直接将玄冥道长撞出去树民 而后你一步踏出 缩地成寸 直接踏出天师府下山去 看着你突然动手 玄冥道长意料到大事 不用也赶紧动身追赶那几个小仙女 千万别找死啊 现在的天师跟以前的不一样了 山道之上 一道黑气深意 迅速从龙虎山山顶的天师府上 沿着山道速降下来 而与此同时 山腰之上的三清殿 属于游客开放区 几个道长 此刻正将捣乱的那几个女主播拦住 三清殿内外 现在都围满了吃瓜的游客 现在守在这里的是 龙虎山的悬婴道长 几位还请留步 你们刚刚打碎的 是我龙虎山三清殿内的祖师香炉 这个香炉 不仅仅是我龙虎山岩面对问题 香炉本身有很浓厚的历史意义 在我龙虎山传承两千多年 几位 还是留下河 我们商议一下赔偿问题吧 几个女主播 明显脸色有点慌张 本来她们 想直播砸完就跑 赚一大波流量 方便自己发财 没想到这群倒是反应这么快 直接给堵上了 听着玄英道长说起赔偿的问题 几个女主播七嘴八舌 大声嚷嚷道 赔偿什么 赔偿我们就来上个香 你们香炉自己不结实 赔偿什么 就是我还没说是 你们香炉用太久 自己裂了呢 刚刚吓我一跳 要赔偿 也该是你们龙虎山 赔偿我们精神损失费 你们龙虎天师 就是几天前 那个把人打尽的那个天师 是吧真是笑死了 打着斩妖除魔的口号 却把一个好好的花旗少女打尽了心 你们那个天师 到底是斩妖还是斩人啊 到门祖庭 我看是魔门祖庭吧 怕不是跟妖魔勾结害人的 把我们扣下来 你们有执法权吗 你们这是非法拘禁 小心我报警抓你们害 是说也想把我们打死 我告诉你 我们全程直播 我直播间一百多万人看着看 你们能拿 我们怎么样 吉美们 我们现在在龙虎山被扣下来 如果后续没有我们的消息 大家帮我们报警吧 一顿疯狂输出给悬应道长 听到红温了 她拳头都捏起来了 牙都咬紧了 这几个小仙女在三清店内 一人手里拿着一个手机 全程拍摄直播 将手中的镜头 对准了在场的这些道长 甚至对着悬应道长对脸拍 吉美们看清楚啊 这个道士就长这样 她要是今天对我们动手 大家可要帮我们作证 一个破箱炉我就砸了 能怎么样 排两千多年 你怎么不说是伤周的呢 我看世上 周的吧 想讹钱啊 几个小仙女嚣张跋扈 旁边有路人都看不下去 这就是打着维护正义的旗号 给自己搏热度 这帮蹭流量的女网红是这样 他们也就仗着 现在是法治社会 但凡放在以前 皮都得被拔 这些龙虎山的道长 也是真采 人在家中做 疯狗天上来 这个祖师香炉 好像确实传承很多年 如果真是两千多年的祖师香炉 龙虎山这次亏死 不管是不是两千多年的东西 这香炉是摆在三清大殿里的 被这几个小仙女砸了 今天要是让他们全身而退 以后龙虎山的脸面往哪放 道家祖庭啊 两千多年的传承 没想到今天碰到这种事情 道祖店都被砸 这就是版本替理 依我看到长还是报警吧 让警方来解决这件事 不然小仙女很难缠的 看着有路人要打电话报警 那几个小仙女不乐意 指着那个路人骂到你谁啊 关你屁事 你是龙虎山的狗吗 要你管真是笑死了 狗拿耗子多管闲事 你报警是吧 我还说你猥亵我试试看 拿个手机想偷拍我 正好把警察叫过来 把你抓走 小仙女当场开始讹人 把事情越闹越大 就在这时 你的声音从大殿后门传了过来 他们说的对 不用报警 我龙虎山自己的事情 自己就能解决 报什么警啊 这种小事 就不要浪费紧密资源了 声音一响起 在场的玄英道长 和一众龙虎山的黄袍 轻袍道长们 纷纷回头看去 然后道长们 纷纷让出一条路来 有三清殿内的吃瓜群众 看着从三清殿后 走出来的道长 一身紫袍 紫袍在道家颜色之中为最尊 历代能在龙虎山上穿紫袍的 都是天师 天师常居龙虎 天师府是龙虎山真正的掌权者 是天下道门领袖 玄英道长看着你道 连忙行李 天师你看了一眼玄英 点点头 我听说山下出了点事 是哪几位来我龙虎山 砸了我龙虎山的香炉啊 你扫了一眼那几个 举着手机的小仙女 就你们几个是吧 这时候 几个小仙女也开口吧 你就是那个龙虎天师啊 你终于敢露面了 说说吧 那个被你伤害的女主播 你准备怎么交代 你以为藏在龙虎山上就有用了吗 敢做不敢当 下头难真下头 在网上骂了好几天 不敢露头正面说是 现在把你家香炉砸了 赶出来家人们 家人们看到没有 真的决绝子了这个天使 几个小仙女看到你出来 不仅不怕 反而一脸兴奋的样子 总算把这个龙虎天师逼出来 这本来就是他们的目的 看着自己面前几个手机镜头 对脸拍你 冷笑一声 你们很喜欢拍照 下一秒你 直接伸出一只手 一把就抓住距离你最近的 柳如烟的手机 微微一用力 咔嚓手机屏幕和背板 直接碎眼 柳如烟被吓到尖叫 他惊呆了 旁边路人也看傻眼了 不是这天使直接动手 手机都给捏爆 看着自己被捏爆的手机 柳如烟大怒你有病啊 老子刚买的新食物 你知道这手机多少钱吗 你赔得起吗 我跟你拼命啊 柳如烟原地发电 怒吼一声 一个飞扑 化身爆脸虫 是试图用手上做的 跟鬼一样长的血色美甲 抓到你的脸 这手机 可是他赔了一个直播间的好大哥 好几个晚上 大哥才答应帮忙买的 柳如烟为了嘚瑟 特地买了炫材子 为了彰显身份 手机可都没抛 没想到今天 直接被张玄清一把捏碎 就在这时 你的耳边响起一道系统提示 检测到逆天小仙女攻击 宿主选择一退后 必让被动抗伤 奖励天师小丑面具修为 增加一甲子功德 增加一万 选择二重拳出击 拳拳暴击 奖励天师 引血剑爆鬼之虎 万劫不死皮修行法周围 增加一甲子功德 增加一万 旁边的玄印道长健壮 赶紧反应过来 想让人拉开柳如烟居士冷静 然而没等玄印道长 身边那些年轻道长动手了 他们龙虎天师先动手了 看着扑过来的柳如烟 脸上露出古怪笑容 天师一笑 生死难料 而后五指成拳 爆脸虫扑脸 是把你直接抡起一拳 原地全力驯马 一拳如同重炮出塘 龙虎碎魔拳 这一拳二十年的功力 你拿什么打 柳如烟肚子都被这一拳锤变形了 整个人都直接被轰飞出去 撞在龙虎山三清殿的一根柱子上 一口血喷出来 地都是原地昏死当场 生死不知 此时 你的耳边系统提示音再次响起 恭喜宿主做出选择 并完成任务 打出重拳暴击 奖励直接发放 玄印道长看傻了 他才发现自己劝错人了 该劝的应该是他们天师啊 紧接着玄印道长瞳孔一锁 因为他赫然看到 碎魔拳打出之后 你的紫袍之上 开始酷酷往外冒黑烟 此时旁边吃瓜的 路人都也震惊了 这也太狠了 这就是龙虎天师嘛 跟我想象中的 好像有点不太一样 我记得 以前天师好像不是这样的 两个月前 我来过龙虎山一次 那次也和这位天师说过两句话 当时天师还是很谦逊有理 虽然很冲动 但确实很爽 这几个小仙女确实欠揍 不过天师把人打伤 估计会很麻烦 后面这些小仙女肯定要人的 冲动是魔鬼啊 就在这时 旁边的游客突然有人发现 情况似乎有点不太对 等等不对 你们看这天师身上怎么冒黑烟了 好像是真的 黑气似乎是从天师的身体里面冒出来 我怎么感觉 今天的天师和以前的确实不一样 整个人的气质都变了 我开始有点害怕 悬音道长跑过去查看柳如烟的情况 手放在鼻子底下 探查了一下气息 又看了一下他的脉搏 只是重伤昏过去了 没死就行 悬音道长走到你身边 小声说道 天师他昏了 你冷笑 年轻就是好 倒头就睡啊 柳如雪和柳如是 看到你竟然还笑 他们怒了 手上举着手机连连后退 家人们杀人了 杀人了龙虎天师杀人了 我就说他是个杀人犯吧 一言不合就动手 太恐怖了 直播间内 此时弹幕也沸腾了 太狠了 这龙虎天师真这么刚啊 我一开始还以为 这几年女主播整活龙虎山 估计要吃个哑巴亏 现在事情好像超出可控范围了 谁能想到 龙虎天师能重拳出击啊 不过话说回来 刚刚那一拳也确实是帅 不过不会真把人打死了吧 这可是杀人了 到底要不 要帮忙报警吧 报警也来不及吧 人的天师就在他们面前 警察现在还在山下 现在报警也来不及上山 完了完了 上山准活 闹出大事 直播间弹幕区 弹幕狂刷柳如雪 和柳如是的喊声 吸引了你的目光 还有你们两个是吧 看到你的目光 朝他们看了过来 柳如雪和柳如是瞬间慌了 你们还看什么 赶紧报警啊 报警杀人了啊 他们面目猙獰 朝旁边痴呆群众喊着 然而 这些游客压根懒得理会他们 刚刚他们要报警 不让报警的不是你们吗 现在吵着喊着要报警 脑子有病 见到没人搭理他们 柳如雪和柳如是此刻才知道 什么叫恐惧 一开始砸掉龙虎山的香炉的时候 觉得 就算他们在山上搞破坏 但龙虎山顾及面子形象 应该也不会把他们怎么样 到时候 他们只要说 自己是无心之举 就算是警方来了 最后大概率也是霍西尼 不了了之 现在事情的发展 远远超出他们的计划 谁也没料到 龙虎天师直接动手 压根就没打算把这件事情和平解决 反而直接走和平路向 所以 柳如雪和柳如是心中怕 尤其是柳如烟 刚刚当着他们的面 被一记碎魔拳 打到生死不知 先立在前 怎能不怕 看着你一步踏出 浑身冒着黑气 朝他们这边走过来 柳如雪和柳如是 吓到头皮发麻 你想干什么 你别过来 别过来 看着这几个版本 替邻里冷笑 一个个肥头大耳的 你不是都想见我吗 现在见到了躲什么 我问你们躲什么 柳如雪和柳如是不断退 直到现在 听到你管他们 叫肥头大 一下直接破了他们的大房了 果然大怒之下 从自己的包里 掏出防狼喷雾 哇你敢骂我肥头大 我跟你拼了 柳如雪拿着防狼喷雾冲上去 喷你的眼睛 你袖子一挥 一阵狂风扫过 直接把喷雾拍飞 看着如野猪一样冲击 朝自己冲击过来的柳如雪 反手又是一拳灵关碎魔拳 柳如雪被一拳砸飞 就在这柳如雪被垂飞之际 玄冰道长也终于赶到了 看着你 还要继续动手 赶紧出手拦下天师 不能再打下去了 下手太重 要闹出人命了 您走火入魔了 你看着玄冰道长冲过来 阻拦自己走火入魔 凭到什么时候走火入魔 我这叫到心通明 我好得很 玄冰道长一时绷不住 看你压根没听他的话 也只好出手 先制服自家天师 然后再说了 不能再任由你在这里动手 不然 这几个小仙女 今天注定无法活着离开 龙虎山千年盛名 不能毁在这一带 玄冰出手 同样是一记龙虎碎魔拳 朝你轰来 天师得罪了你 看着自己手底下的玄冰道长 跟自己动手 冷笑一声 手上打出的拳头 直接转向 今天你非要阻拦我 那就先解决你 只听轰隆一声闷响 一拳碰撞之下 你的身形分毫未动 反观玄冰道长 身形一路倒退 连退十几步才稳住 他感觉自己气血翻涌 喉咙一甜 同样是龙虎碎魔拳的对抗 虽然玄冰道长年纪比你大 也是你师兄 但你有天师府张家血脉 修行天赋强 既任龙虎天师之后 又修行道家最高功法五 雷正法 现在你的修为 已经超出玄冰道长态度 师兄你比我大七岁 当年我的全是你教我的 但你当年教我的碎魔拳不够快 更不够狠 所以今天你会输 你是拦不住我的 刚刚那一击不及你 是我师兄没有对你下狠手 如果再来 那就别怪我不客气 你身为龙虎上红袍手座 你要做的应该是辅佐我 而不是与我为敌 你击退玄冰鹤 令他退到一边去 玄冰道长 全身真气都被你刚刚那一拳打到散开 已经没有动手之力 只能退到一边 玄冰对玄印道长说道 玄印我现在真气被打散 短时间内动不了手 你应该也看出来 天师失气入体 再加上最近这些事情的影响 现在已经走火入魔了 如果没人阻止他的话 今天这几个女的 恐怕生死难料 我已不能再动手 你上你去阻止他 玄印道长听着这话愣住了 啊我打天师 玄印妈了 他虽然也是龙虎山的红袍高宫道长 但问题是 他是福禄店店主 论话福 他是非常在行的福禄大宗师级别 但斗法打架 他连玄冰都打不过 玄印道长说道 师兄不是我不想上 是我真打不过 连你都戒不住天师一拳 我要上去 估计下场跟他几个女的差不多 依我看 还是顺其发展吧 我觉得 天师虽然走火入魔 但是至少心智还是清醒的 不然的话 他刚刚也不会放过你 事情都已经这样了 还是不要跟他对着来的好 玄冰听着玄印这么说 也是叹了一口气 虽然他很想让玄印去阻止 但玄印说的也没错 他的实力也确实摆在这 他打天师上去也是送 估计一拳都下来 也是跟自己一样躺在这 老天师不在 整个龙虎山张玄亲子刨在手 横着走 谁能干得过他 平时不走火入魔 自己还能控制自己 现在走火入魔 简直为所欲为 而这十几个小仙女 也算是看清楚现在的局势 这龙虎天师走火入魔了 不倾不认 连自己同门师兄都打 简直离谱 柳如是现在后悔不已 早知道这龙虎天师这么颠 当时就不应该上山 现在的张玄青 就像是出了六个无尽 全权出暴击 柳如烟和柳如雪 已经倒头就睡了 柳如是和剩下的两个小仙女 汗流加倍 防狼喷雾对你都没用 手机拍你 也没有任何威慑力 两大版本T0级到地兵 就跑 杀人了快跑啊 张玄青杀疯了 把我龙虎山当什么了 想来就来 想走就走 哪有那么容易的事 你脚下一躲 顷刻间整个三清殿内 狂风大作 几乎是一瞬间 三清殿内的所有大殿大门 全部关闭 锁死你们跑得了吗 结结结 今天一只苍蝇 也别想飞出去 这几个小仙女 才刚刚跑到三清殿门口 刚刚准备冲出去 可惜他们的脚才刚刚抬起来 黄风直接把他们吹回来 接着砰一声 面前的大门就关上 任由他们怎么扒门推门撞门 这门就像是汗死了一样 丝毫不动 怎么出不去啊 救命啊 放我出去啊 这是一个大妈 不止死活 还想拉架 天师啊我 看你年纪也不大 大妈说句公道话 年轻人做事不要冲 大妈刚说一句话 你的掌中已经五雷交织 掌心雷凝聚而出 发出霹雳啪啦雷弧爆炸的声音 血色的雷霆 在你指尖跳动 大妈想说什么 公道话您说 说完了 请你吃个好东西 大妈被你看了一眼 吓到直接闭嘴 后半句话刚想说出来 硬是又吞回了肚子里 乖乖闭嘴了 见大妈不说公道话了 你懒得搭理她 再闭闭 把你这个老版本 T零零出来一起打 几个小仙女快吓尿了 你到底想干什么 天师天师 我们错了 我们知道 错了还不行吗 放过我这几个小仙女 终于开始求饶 从道士的嚣张跋扈 到发现自己打不过 到现在的乞讨饶术 最中间的态度转变 变化之大 大到仿佛前后不是一个人 这三个版本 T零此刻怎么想的 你太清楚了 你们是知道错了吗 故你们是怕了 不过怕有什么用 害怕解决不了问题 频道还是更欣赏你们 刚刚桀骜不逊的样子 不过 现在我们还是先聊一聊 赔偿的事情吧 听到你要谈赔偿问题 柳如是瞬间感觉压力骤减 那你说 应该赔多少钱 这香炉 是我龙虎山第一代祖天师 传下来的 是当年东汉光武帝刘秀 亲自道家三清青铜炉 两千 多年来一直在我们龙虎山 承载香炉 其中因果之重 价值不可估量 现在折损在你们手上 尚且不谈 这香炉本身代表的 道家文化意义 就说 这玉此青铜三清炉的 本身价值 放在外面拍卖会上 这一个香炉就单值100亿 你们五个人是一起来的 既然这样的话 那就五个人一起承担 一人均分20亿 刚刚好你愉快地 说出了价格 脑子还保持清醒的 三个小仙女 彻底听傻眼了 柳如是大声问道 多多少 你说多少钱 100亿金巴布为币吗 你笑了 在龙国的土地上 凭到不想用 其他的货币单位计算 100亿龙币 柳如是文言大怒 100亿龙币 疯了吧 100亿欢乐豆 和金巴布为币还差不多 你有什么证据证明 这个炉子是真的 你说只100亿就100亿 我们不服 就在这时 一个70岁的老头站出来 天师我叫陈立国 是金沙省官方博物馆副馆长 也是青铜器这方面的 帮忙鉴定真假的话 我可以帮上忙 这下轮到这几个小仙女傻眼了 他们心里此刻 已经对着老头破口大骂 但是嘴上还是不敢说出来 这个时候敢放屁 就得赤灵灌碎魔拳了 你看着这出来帮忙的老人家 微微点头道谢 福生无量 天尊有劳陈老了 陈立国副馆长 其实刚刚出来说话的时候 还有点心惊胆战 因为刚刚你杀疯了他 生怕天师对他出手 但是事实证明他小破 就算你走火入魔 对待他还挺有礼貌 香炉此刻已经裂开了 打碎这香炉的凶器 就放在旁边 是一个铁棒 敲碎铁棒 是小仙女偷偷带进来 陈管长在香炉边上仔细查看 一边看一边忍不住叹息 可惜真是可惜啊 品香这么好的千年香炉 就被这么打碎了 这已经不是赔钱能解决的事了 这是犯法 损害国宝罪 你们应该被判刑啊 陈管长看到最后 声音都颤 抖了他一辈子 带队参与修复了很多青铜器 对于国家宝藏 他感情太深了 我们的国家承受了太多苦难 国难之时 不知道多少宝物被猎强抢走 教员逆天而行 后代接手的龙国还剩下多少 先祖留下的宝物本身就不多了 只有从事他们这个职业的人 才知道这东西的珍贵 表面上看 他只是一个普通香炉 然而他背后承载的意义 和一段辉煌的历史太重 这是民族的瑰宝 但现在却被这几个小仙女 一棒子打碎 这就是犯罪 陈立国说道 这香炉没问题 并且公益精美 质地考究 在东汉时期也是重器 若非是龙虎山一脉相传下来 这东西肯定是进入国家博物馆的 这是顶级的国宝 一百亿都是少的 此物如果加上背后的传承和文化意义 就是无价之宝 那几个小仙女彻底傻眼了 一百亿他们以为是开玩笑 结果现在 你告诉我们 是真的 开个直播上山捣乱砸香炉 搞直播效果 本来是跟着蹭龙虎天师的流量赚钱来 结果一场直播下来 钱没赚到 祖坟直接冒黑烟了 柳如是感觉天塌了 而且刚刚听陈立国的话 这其中涉及的 还不仅仅是赔钱的问题 还有故意毁坏国宝罪 弄不好还得进去采缝刃机 再严重一点 花生米都能试得上 柳如是头皮炸开 别说二十个亿了 他们的兜里二十块能不能掏得出来 还不好说 毕竟美团饿了么等还道歉的钱呢 几个小仙女当然 不愿意赔这二十亿 柳如是垂死挣扎争辩起来 我们打碎你的香炉是不假 但抛开事实不谈 难道你们龙虎山就没有错吗 你们这么贵重的香炉 为什么要放在这么显眼的地方 你们放在这里 本来就应该承担它被损坏的风险 所以我觉得这件事情 你们龙虎山应该才是主责 你们龙虎山必须承担主要责任 我们只是斥责而已 大不了我们给你道歉还不行吗 家人们家人们 大无语事件发生 咱就是说来一趟龙虎山烧香 万一运气不好碰到你烧香 正好把炉子烧裂了 龙虎山让你赔一百亿 咱就是说谁配得起 这以后谁还敢来烧香啊 你们说是不是还想让我们承认 真的是决绝子 我真的酸了 家人们依我看 我们大家就各退一万步 我们给你们龙虎山道歉 这件事情就这么算了吧 双方和解 小仙女不愿意赔钱 提出抛开事实不谈 退一万步道歉 和解方针 把陈立国都听愣住了 好家伙真是好家伙 这拳打得无敌了 太古石兄以后都得改名 叫太古石一兄 版本T0正式入驻太古石兄阵营 一句话赖一百亿根本男不倒塌 而面对这三个小仙女 七嘴八舌的赖账 你这感觉 这三个版本T0 在自己面前放了半天屁 直接起自己的一只手 一巴掌抽出去 这一掌 抽在哭着喊着说 抛开事实不谈 的柳如氏的脸上 一巴掌直接把他脸抽到变形 小仙女直接起飞螺旋升天 张口一句 抛开事实不谈 闭口一句退一万步 你还能说什么支 能一巴掌 帮你把脑子里的那芝麻大的脑人抽晕 但凡有点小脑的人 都说不出来这话 抛开事实不谈 那我跟你谈什么 让我退一万步 行啊 那频道打你一万拳也没毛病吧 最经典的就是那一句 为什么龙虎山要把这么贵重的东西 放在这里拍 这个三清炉是干什么用的 这地方是三清店 三清炉不放在这 放在你床上吗 你欢乐斗连接大脑了是吧 用欢乐斗思考问题 落地之后 柳如燕的那张脸肉眼可见 直接走不过一分钟不到 已经肿成猪头 他摸了摸自己肿成猪头的脸 疼到尖叫 一两步跨出原地 一个肘击 直接打晕 赔钱还是你们几个 结平道一万拳 我这个人很公道的 可以退一万步 但你得接我一万拳 这一万拳你要是接得住这炉子 你不赔也行 一直在旁边调戏真气的玄冥道长 和玄印道长 眉头狂跳 好家伙接天是一万拳 他们前几天去收拾那只僵尸王 那只僵尸王把张玄青惹毛了 张玄青一道蛮怒 碎魔拳轰上去 僵尸王的肉身 都直接被一拳打穿了 直接把江城一管血都秒了 轰成残血 就这几个小仙女 接天是一万拳 僵尸王江城都直呼离谱 十点炎罗来了 都未必接得住 这话要是给龙虎山伏魔店 里头的那些妖魔听到 怕是整个伏魔店都得抖三抖 这两个小仙女 看着又一个极美倒下 他们直接被吓哭 肥头大耳的小仙女 彻底绷不住 一屁股坐在地上 嚎啕大哭起来 看着版本 替龄用出最后的招式 一哭二唠 三上掉你身上的黑气更浓了 拳头上血色五雷法缠绕 你们有一炷香的时间 考虑哭也算 时间很快 一炷香时间过去 这几个小仙女 直接跪了还我们 还不还的话 针接天使一万拳 怎么可能顶得住 别说肉身了 灵魂都带给你直接打散了 你露出满意的笑容 这就对了 早这样 不没有这么多事了吗 白挨了这么多下 灵贯碎摩拳 随后你让玄英道长过来 玄英你 带着这几个女居士 让律师你合作 让他们 把赔偿合同和手续签了 就可以走了 明天上门抄家 顺带给这几位居士 在工地找个赚钱的工作 对了临走前 顺便把他们 带到服务店 给他们拿几张平安服 和智商服 没还完钱之前 可别出事了 防止他们后续没钱赚 还要帮这几个小仙女 顺便介绍几个 工作都给他们考虑好了 在合法的情况下 将后几十年的时间 利用最大化 早上四点起床 去早餐店打工 八点结束 直奔附近工地搬砖 中午吃饭时间 外卖高峰期 直接从工地转外卖行业 送外卖多平台一起接单 送外卖的同事 开直播 多赚一份钱 下午继续搬砖工地 四点下班后 直接进场上夜班 每天保证健康的 两个小时睡眠就可以 这样就可以将一天的收益 拉到最大化 这样干一天 最少收入也得是一千起 一个月三万 一年就是三十六万 二十亿的话 五千五百五十五年 差不多能还完 不过没事 龙虎山在下面 有关系这辈子还不完 可以下辈子 或者直接签订个不死协议 先活个五千五百五十五年 还完龙虎山的债就 可以死了还债 还送五千年寿元 太良心了 两个小仙女听到 差点没直接昏过去 她们仿佛已经看到 后半辈子的生活 这比直接死了还可怕 十八层地狱 也不过如此 到底谁才是活颜王 这件事情解决 一道耳边 一道系统提示音乐响起 恭喜宿主 完美解决版本 T0 奖励金光邪咒 三倍真火混元魔器本源 修为一百年 功德五万 在场的这些乡客游客 吃瓜群众的目光 看向她们的 眼中也有恐惧 因为现在 那些小仙女走了 现场就剩下她们全程目睹了 天师走火入魔 暴杀小仙女 此刻 这些吃瓜群众 担心你会对她们动手 很显然 她们想错了 你脚下一朵 所有刚刚关闭着的店门 此刻全部打开 想走随意 这些游客此刻看着门开了 心中松了一口气 还好天师 今天脾气虽然有点暴 但好在没有乱杀无辜 也没有对她们动手 玄冥道叹了一口气 事情发展到这一步 是她万万没有想到的 龙虎天师走火入魔 这件事情太严重了 她准备联系一下老天师 毕竟 现在就老天师能控制的 助张玄亲了 几个小仙女 在被收拾的时候 是全程直播 还有一些周围围观群众拍摄的视频 直接在网上爆火了起来 各方平台因为这件事情 都闹得沸沸扬扬 尤其是小红鼠那边 仙女们更是团结起来了 我这一辈子 最瞧不起的 就是打女人的人 这天师是真的下头 几美们发生这么大的事情 我觉得 我们也应该团结起来 必须伸张正义 如果说之前是王女主 播的事情 她说是无意的 那现在这一次 也是无意的吗 必须制裁 支持制裁 不过其他的平台 还是有清醒人的 那些说 天师动手太狠的省省吧 祖师香炉都被砸了 相当于在你头上拉屎 动手怎么了 都是惯的毛病 天师这么做有毛病吗 人家好好的 本来在龙虎山上修行 你跑过去 把人家东西砸了 受害者有罪论是吧 笑死我了 颠簸真多 这件事情发酵起来之后 后续的反应 也是巨大无比 龙虎山这边的警局电话 都被打爆 无数小纤女打电话过来 怒气冲冲的质问 发生这么大的事情 难道官方没有责任吗 难道官方不抓 那龙虎天师 难道救人由他逍遥法外吗 这些小纤女群情激愤 暴目不已 就差报复社会 龙虎室内市警总局 因为这件事情 他们也是紧急开会 毕竟这件事情发生之后 在社会上的影响太大 小纤女们抱团打拳 必须制裁龙虎天师 警方这边面临的压力也巨大 这件事情 他们不管还真不行 因为视频直播切片闹得太大 传播太广 必须有所作为才行 于是龙虎市警局这边决定 成立一个调查队 清点了十几名官差 山下动静巨大 而你却压根不理会那些声音 闲话终日有 不听自然无 走火入魔之后 你已经领悟了这个境界 失望误伤那件事情之后 你就是没有领悟这层境界 所以一直被那些外界小纤女的讨伐 骂声干扰 才会到新兽线 但现在你压根就不在乎这些 外面的那些声音跟你有什么关系 直爽就行了 自己的修为才是最重要的 于是 你立刻吸收了完成人物后的奖励 将天师银血剑和天师剑融合后 整柄天师剑由原来的银白色 瞬间转变为血红色 还无时无刻透露出视线邪气 而且也开始酷酷冒黑烟 升级之后的天师剑 锋利度和内部剑气强度 增强了何止十倍 将暴鬼之虎穿戴在手上 看着上面密密麻麻的道家咒语 和道家暴鬼俘虏 一拳轰出 直接在天师府的院墙上 打穿好几个洞 这也太吓人了 要知道 这天师府院墙用的材料 可是货真价实的钢筋混凝土吗 主要修行方法是 吸收施妖鬼邪气 修炼不死皮 炼成不死皮后 肉身不死不灭 万劫不破 恐怖无比 而且全身无弱点 就算是站在那让敌人打 敌人都打不动的那种 至于金光邪咒 是系统基于龙虎金光咒上的魔化版本 以往你的金光咒一开 全身金光缠绕 形成一道金光咒防御护盾 可以抵挡一切妖魔鬼怪的攻击 而金光邪咒在金光咒的基础上 增加了可以吸收妖魔鬼怪邪气 的吞噬能力 可以在战斗的时候 吸收对方的气 强化金光咒护盾 你将体内的金光咒转化 而后尝试使用出来 下一秒 无数道家符文咒绝化为金光 直接从你的体内展露而出 金光咒文流传之间 原本的金色金光 此刻直接变成了紫色 一看就不是正经金光咒 随着三昧真火的恋化 你全身都开始冒出 红色火焰 火焰从五脏六腑之内 往皮肤之外渗透出来 整个人都烧着了 同时口鼻眼中 也有三昧真火喷不而出 几个小时之后 你的衣服都湿透了 不过终于成了 手掌一摊 下一秒 一团红色的火焰在掌中凝聚 火焰如同血色 温度其高 以后左雷诱火 直接起飞 最后是混原魔器本源 这东西 内部有无比邪恶的纯粹魔器 不过吸收之后 可以增强天师本源 反正都走火入魔了 那就更纯粹一点 于是 你决定一条路走到黑 与此同时 官方派过来调查这件事情的官差 已到龙虎山下 为首的是一个老刑警 他们沿着龙虎山道一路上山 来到三清殿 见到了玄冰道长 老刑警说到道长 据我们所知 那几个小仙女 现在应该还在龙虎山上 能不能带我们见一见 玄冰道长说到 他们的伤势已经并无大碍 现在正在休息 至于天师 因为此前对付狮王的时候 身上感染了湿气 所以状态有点不太好 现在正在山上调戏休息 如果你们没有别的事情的话 能不打扰就不打扰 玄冰道长没有明说 但是意思放在这里 你们几个来调查龙虎山 走个流程 意思一下就行了 大家懂得 都懂别太认真 老刑警这边倒是没说什么 反观此刻队伍里一个女官差 眉头一皱你 这是什么态度 我们是奉命上来调查 请你配合我们的工作 什么叫正在山上休息 让她下来不行吗 你们还以为是小事呢 拒不配合 小心把你们都抓进去 此话一出 老刑警脸色瞬间 难看起来了 她是今年新入队的警员 以优异的成绩和坚实的背景 直接空降 进入了这一次的特别调查队 来到龙虎山 本来她这次来 就是在旁边记录 外加学习 以及增加履历的 这个带队的李刑警 其实并不怎么愿意带 这种毫无经验的新人 这些新人有一个通病 那就是做任何事情过于理想化 干什么都钻牛角尖 虽然这并不是什么缺点 但是不适用于所有场景 就比如眼前这种情况就很麻烦 老刑警明白 龙虎山在官方内部的地位 这些年山下 一直发生各种妖魔横行 伪怪肆意的情况 有少部分他们警方能够解决 但是大部分解决不了的 就要请动龙虎山帮忙了 他们跟龙虎山的关系 更像是一种求助的关系 所以官方很需要龙虎山 龙虎山的地位也越来越高 为什么 这一次官方组织他们 成立调查团 上山调查 而不是直接派人上来抓天师 更多的 其实是扛不住压力 所以上山做作样 但不是来让你在这里找麻烦吧 真把天师抓走了 以后谁来解决那些妖魔鬼怪 老刑警看着这女警官 如同看一个傻 要不是你有关系 早被踢下山了 什么脑回落 在这里发颠 坏了这不会也是个小仙女吧 玄冥道长也看向老刑警 李队长 你这个队员脾气有点暴 李队长笑着说道 他刚刚来实习 有点不太明白 不用管他 既然天师没空的话 就让天师先休息 我们先去看看那几个闹事的女生 请道长带路 玄冥道长点头 接着前面带路 在玄冥道长带路之下 他们来到了龙虎山后院 见到了那几个 来龙虎山上闹事的小仙女 那两个没挨打的小仙女 没受什么伤 此刻 正在后院一个小工程的工地上搬砖 这是那三个受伤的人 已经醒了 但是脸色虚弱 丝毫没有之前嚣张跋扈的样子 现在正坐在椅子上 帮龙虎山后出的道长削土豆 一人面前一筐土豆 削封了女官差 看着这一幕气愤不已 你们这是非法监禁 还有为什么要让他们干活 为什么不放他们离开 玄冥道长 听着这女官差 再次出言不逊 又多看了一眼李队长 李队长脸色难看至极 队伍里面混了个小仙女 让他别说话 非要说话 这下麻烦 玄冥道长说道 他们几个毁坏了我们龙虎山的东西 那座香炉的价格 已经经过专业人士的审批 现在他们每一个人 欠我们龙虎山二十亿 这二十亿什么时候才能还完 让他们削点土豆 斑点砖走了 这不是很正常的事情吗 难道老赖 还要好吃好喝 把他供着吗 你是什么逻辑 女警员大怒 那也要遵从基本的人道主义吧 我走入了这个院子 在听到那个女官叉 龙龙红鼠味的开枪时 你耳边提示音就直接响起来 发布新任务收拾红鼠 女官叉完成任务 奖励化事关血魔腾 修为增加一甲子功德 增加五万 感受到红鼠味扑鼻而来 你直接一步踏入 说到休息两天 那他们休息的这两天 欠我龙虎山的债 用什么还 官叉大人 你知道二十亿 是一个什么样的天文数字吗 就算他们一天赚一千块 也需要五千五百五十五年 才能还完 基本上这辈子是不可能了 我们龙虎山已经够人道了 只是让他们做着削土豆而已 还要怎么样 难不成把他们供着 还是你觉得 是我们龙虎山欠他们的钱 至于人道 可以啊 把账清了 自然能人道 你直接走到那个女官差面前 你凝视着她 身上酷酷往外 冒着黑烟 还是说官差大人 您愿意帮他们分担一点 他们的债务 你一个月赚多少 女官差看着 突然来了一个浑身邪气的家伙 直接被吓退了好几步 你是谁 本座就是龙虎山的天师张玄青 你不是要见我吗 玄冰道长也没想到 你会在这个时候下来 同时 也是感觉到 你身上的邪气越来越重 坏了彻底入魔了 女官差说道 原来就是你 你把这几个女生打成这样 涉嫌恶意伤人 恶意致人重伤罪 现在跟我们走一趟吧 这女官差也是逆天 竟然直接拿出引手铐 趁着李队长还没有反应过来 她已经把引手铐 靠在你的手上 这波操作属实是逆天 把李队长吓了一跳 周叔我们这次上山只是调查 谁让你把人讨住的 而且 你现在的身份只是实习生 你有执法权吗 你要是再在这里胡说八道 你就给我滚下山去 李队长彻底怒了 之前胡说八道 把玄冰道长得罪 他就想发火来着 但他碍于这女的背后确实有人 他一个小人物得罪不起 所以在没有造成严重后果之前 他不想过于动怒 但现在 这逆天玩意 直接对天师用引手铐 要把他抓下去 周水显然也是被一顿怒喷喷愣住 他没觉得 自己有什么做错的地方 队长你们之间是不是有什么交易 我现在怀疑你偏袒龙虎山 偏袒这个天师 他都把人打成这样 还不抓你 笑了没错 是有交易 他把你的脑子卖给倒爷了 本作有时候分不清 你是真人投猪脑 还是反串装蠢 你真的是官差学院的毕业生吗 你真的熟悉抓人的流程吗 没长脑子的东西 你要抓频道 有什么证据 你也不惯着 这女的 手上熊熊赤色火焰 一下子升腾而起 三昧真火 瞬间就烧断了银色手铐 同时 你的双眼上也跳动火焰 来说说你抓人的依据 说不出来烧穿你 李队长看到你浑身冒黑烟 也被吓到 连忙站出来调解道 天师他 只是一个小孩子 不懂规矩 您别跟他计较 小周还不给天师道歉 李队长疯狂就 奈何这名叫周水的女官差 拼命找死 我道歉凭什么 我们为什么要给一个嫌疑犯道歉 他在三清店内当众打人的视频 如今都已经在网上传遍 还用找证据吗 证据全网都是 至于证人 这几个受害者 就是证人 女官差的话刚刚说完 下一秒 他就感觉自己脸上传来一股剧烈 然后直接腾空飞起 女官差尖叫一声 身体落地之后 他的嘴角已经挂上血迹 你敢打我 你知不知道 这是袭警 你冷笑一声 早看你不爽了 嘴巴太贱 不抽不行 谁打你 不是你自己没站稳摔倒吗 你看见我动手了你 目光盯着旁边的玄冥道长 问到玄冥 你看见了 玄冥道长的脑袋 摇得跟波浪鼓一样 没有没有 我什么也没看见 你接着看向李队长 李队长你看见了 李队长摸摸鼻子 没在意你双眼之中 跳动是红色火焰 接着看向剩下的那群官差 各位你们看到了 那群官差被吓到 纷纷退后 没有没有 没看到你看 他们都没看到 大庭广众之下 你可不能诬陷人了 以前倒也还在乎名声 所以做什么事情 都被你们限制 现在也倒心通明 不在乎那些东西 频道爷这一身倒数 老子今天不吃牛肉 有什么问题就抽你了 能怎么样 鱼官差被惊到了 这也太嚣张了 好好好 今天你在这跟我动手 我没证据 但你终究伤人的视频 终究还是在网上传着 这件事情 总要给出一个交代 交代什么 交代视频里 不是清清楚楚可以看到 是那几个女的 先对频道发起攻击的吗 频道属于正当防卫 一时害怕才还手 只不过是自由练武 下手没控制住轻重 所以力量稍微大了一点 根据正当防卫法 视频里 我也只是动了一次手 没有补刀吧 你直接搬出正当防卫 此话一出 你观察傻眼了 事情好像确实是这样 视频里面 虽然你下手很重 但是确实每个人 都只是动了一次手 你看着他 直接俯视 真不知道你这种货色 是怎么毕业的 这种道理都不懂 趁早下岗吧 不送然后直接转身离去 临走的时候 你脚下燃起三昧真火 当着女官差的面 直接将脚底下一块石板砖 烧出一个火焰脚印 火焰脚印覆盖范围内 整个石板 全都被烧成虚无 你这也是 给他一个下马威 如果你是小仙女的话 最好别来惹老子 不然你的下场 我保证会比这块石板 好不到哪里去 今天看着人多放滚 但下一次 道研弄死你 周水看着你走了 瞬间空气之中的压力骤减 这个时候 小仙女事后无能 黄奴的特性 也终于发挥出来了 李队刚刚为什么 不直接把他抓走 太嚣张了 这个人太嚣张了 简直就是视律法如屋 我回去之后 一定禀告上级 我要和罪恶斗争到底 李队长再也忍不了 这个逆天小仙女了 你给我闭嘴吧 刚刚天师在这里的时候 你怎么不说这些话 现在跟我还有什么用 而且 人家天师刚刚都说了正当防卫 而且真要追究起来 那几个来龙虎山 破坏铜炉的才是罪犯 你要抓人抓得了吗 连个报案人都没有 你抓什么人 回去之后 我会跟上级表明态度 你还是另寻民事吧 我是逮不了你 你这样的蠢货 如果一直待在我身边 迟早会把我害死 实在不行的话 我宁愿辞职回老家养老了 李队长也彻底怒了 李队说完之后 就跟玄冥道长打了声招呼 然后直接带着手下人离开原地 只剩下周朔一个人 尴尬站在原地 他先是被天师抽了一顿 又是被李队长劈头盖脸骂了一顿 小仙女从小到大 都没有说过这样的委屈 他承受不住 直接一屁股坐在地上 哇一声哭出来了 看着在龙虎山上 哭得贼拉伤心的 正义之心小仙女周朔 玄冥道长思考了一下 叹了一口气 然后他转头走入厨房 搬出来一筐土豆 无声无量 天尊你叫周红薯是吧 你要是不走的话 正好帮帮忙 帮我们把这筐土豆削了吧 周朔文言停了一下 然后他抬头看了一眼玄冥道长 以及摆在自己面前的这一筐土豆子 输得更惨了呀 你才叫周红薯 你全家都叫周红薯 一天后官方发布了 关于龙虎山三清殿内发生的事情 在网上闹起了轩然大波 尤其是小红薯那边 直接爆炸了 那几个集美都被打成那样 居然还要赔钱 不应该是龙虎山给他们赔钱吗 二十亿龙虎山怎么不去抢 什么东西能治二十亿 什么专家测评过 确实治二十亿 什么狗屁专家 我承认了吗 有小红薯的大认证吗 还有还有 为什么那个龙虎天师 什么事都没有啊 什么叫正当防卫 那一拳打的 那也叫正当防卫 真恶心啊 还说 没有报案人 我们不是报案了吗 难道我们报案不算 凭什么不算 集美们给我闹 然而 龙虎是官方那边压根不了 他们还放出了前段时间 你对付那头 僵尸王的全程录制视频 这条视频被爆出来之后 整个网络都炸翻天了 握槽了 你别告诉我 这就是视频的真实情况 我就想知道 天师有什么问题 这群癫婆 骂了这么多天的天师 原来真相就是这个是吧 没看视频之前 我真以为天师犯了 什么多大的罪 看了视频之后 我寻思 这女的不就是自己找死吗 出生榜排名第一季 得那个小仙女主播 都被网上骂疯了 小红鼠那边寂静无声 一时间压根没人谈这件事 因为仙女从不打逆风局 然而 你对此并不在意 只是把玩着手中的血魔藤 此时一只飞鸟正好飞过 血魔藤瞬间生长百丈 穿透了那只飞鸟 几乎刹那 就吸干了那只飞鸟的全身血液 直接将其吸成了一具干尸 玄冥道长在旁边看得不寒而立 现在的天师多少有点恐怖 山下西庄村 在地里忙活了半天的田地承包大户 牛二喜 开着自己的小三轮 准备回家休息 然而就在驶过一个小高坡时 寂静深夜之中 一道突如其来的唢呐声 传入了她的耳中 与此同时 前方不知何时扬起一阵雾气 牛二喜愣了一下 按现在的气温来看 这种时候不应该起雾的 而且 这大雾就好像是突然生起来 而且 前方大雾之中 似乎有什么东西钻了出来 为首的两个 是一个头戴红色的喜帽 手里拿着唢呐 边跳 边走边吹的乐师 后面跟着持红帆 敲锣打鼓的乐队 队伍中间有八台大轿 抬着一个红色的新娘轿子 牛二喜还以为是碰到接亲队伍 但她下一秒直接反应了过来 察觉到不对劲 快到凌晨 怎么有人会在这个时候接新娘 而且据牛二喜所知 村里面有没有小伙子 最近要结婚 她瞬间汗流加倍 开始意识到 自己遇到什么不干净的东西 她吓到掉头就跑 然而一回头 牛二喜被吓到天灵盖 都直接炸开了 因为在她的背后也有雾气 而且还有另外一队人马 另外一队人马 比前面的接亲队伍还要恐怖 这队人头带斗笠 身披缩衣 数百番海米肉猪头 最重要的是 队伍的中间 还有人抬着一口大飞棺材 前面是做红式的 后面是做白式 这条路又只有前后两条路可以走 所以 此刻的牛二喜属于被两面包夹了 她吓得心脏都快跳出来 此刻的她只想赶紧逃离这里 她想直接从旁边跳河跑路 然而接着她就发现 自己全身就像是僵硬了的一样 被钉在原地 身上的任何一块肌肉都不能动它 接着 牛二喜就只能眼睁睁看着两个队伍 一前一后 来到自己面前 互相碰撞 穿透而过 牛二喜的身形也在原地消失 再也没有出现过 原地只剩下她的那一座三轮车 以及干活用的东西 第二天 牛二喜的家人就报了警 衙门在得知此事之后 很快就派出了几个官差过来调查 但他们始终无法确定 牛二喜是如何失踪的 就在这时 一个疯疯癫癫的傻子 喊了一声 有鬼呀 有鬼有鬼 杀了二喜叔 几个官差抬头看着那个疯癫的傻子 一个官差说到村长 先让村民们回去吧 这里太吵了 多少影响 我们办案 但下一秒 村长竟然为那个乱说的傻子辩解起来 几位官差 你们不要介意 这是我们村的傻子 也是守村人 或许他说的对 失踪可能真跟鬼有关的 几个官差没想到村长会突然这么说 他们对事已 忍不住说道 村长你回这怎么可能 村长我没胡说 官差我实话告诉你吧 其实这个傻子有天 生的阴阳眼 能看到脏东西 官差汗流加倍了 难道真的是妖魔作怪 碰到别的事情 官差还能处理 但是碰到这种妖魔鬼怪作乱的事情 他们肯定处理不了啊 村长说道 我们村里有一个神婆 可以让他来帮帮忙 说完就吩咐村子里的年轻人跑得快 把神婆叫过来 没多久 神婆来了 是个七十多岁的老太太 保养不错 来到现场之后 神婆压根没理会村长 先跟那个守村人聊了起来 两人就站在田边上 有一种普通人听不懂的语言对话 守村人的脸上露出恐惧的表情 神婆说着说着 脸上的表情也严肃起来 过了一会之后 神婆牵着守村人走过来 各位这里的事情 我恐怕解决不了 村长诧异 你也解决不了 这怎么可能 神婆说 如果我没猜错的话 昨天晚上 牛二喜碰到的 应该是很厉害的利鬼 连来福都感觉害怕 我肯定是对付不了了 你们想要解决的话 还是去找更厉害的高人来吧 村长头疼 那该找谁啊 神婆说道 此地距离龙虎山不远 龙虎天师道数超凡 找天师来应该能对付 不过动作要快 这邪灵已经开始害人了 此地距离村子不远 谁也不知道 晚上他们会不会进村子 后村长就和官差商量了一下 一起上龙虎山 找龙虎天师帮忙 玄冥道长听完之后 也意识到事情的严重性 因为那群邪灵已经开始杀人 必须要在天黑之前到村子 不然会死很多人 于是 他立刻就将此事告诉你 在知道这事之后 耳边立刻传来了提示音发布 新任务灭杀西庄村邪灵 获得奖励 天师邪雷修为增加一百年 功德增加十万 于是 你立刻答应下山 帮忙斩杀邪灵 太好了 有天师去 那群邪灵能解决了 村长大喜 警车上开车的官差 从后视镜看他 怀疑这是不是龙虎天师 总觉得这天师身上 透露着怪异的气息 这种气息极度威胁 甚至有点邪门 你坐在车子里面 此刻察觉到了前面开车的官差 打量自己的目光 一抬头 一双血色的眼睛 和官差对视 官差背下不清 赶紧收回目光 多少有点害怕 不仅是官差 村长也莫名心慌 不是说龙虎山是名门正派吗 怎么这天师身上的气息 和玄冰道长差这么多 龙虎天师作为龙虎山掌门人 怎么身上邪气凛然阴森森的 村长有点担心 自己是不是请错人了 自己请的是天师 不是天师啊 一路忐忑 村长连大气都不敢喘 直到车子开到村子 他才匆匆下车 下车之后 将你带到村子里 各位乡亲 这位就是龙虎天师 我把天师带回来了 然而 当村民们看到你身上冒出的黑烟 原本刚想要放松下来的心情 立马又紧绷起来了 其中一个年纪比较大的老头 拉了一把 村长找 你这是从每座山头请下来的人 你确定这是龙虎天师 我怎么看他身上酷酷黑烟呢 连神婆看到张玄青 都忍不住深吸一口凉气 我怎么感觉他身上的邪气 比存在外面凶灵的邪气还重呢 感觉更危险了呀 村长信誓旦旦说道 你们别乱说 我是亲自跑了一趟龙虎山 而且 这几位官差也是跟我一起去的 还是他们开的车呢 官差点头 没错这是天师 这天师是玄冥道长带下来的 玄冥道长是龙虎山三清殿的店主 还能有假 神婆随即走上前 是这个村子的村宝 村宝是一个很古老的说法 在旧时代 每一个村子基本上都有一个村宝 通俗点就是神婆 可以通灵的那种 村里碰到妖魔鬼怪作乱的事情 就由村宝解决 你一眼看过去 就把这个神婆看穿了 看得出来你的修为不错 怎么你们村子里这次出现的邪灵 你背后的那个解决不了吗 神婆说道 如果是普通的邪灵的话 我还可以解决 但这次这个太强了 我已经问过 我背后的老仙恐怕是对付不了 你点头我既然来了 那就不用你出手了 马上天黑 天黑之后再过去吧 神婆点头 而后就给村长一个眼色 人家天师来一趟 赶紧先安排一顿好的 吃完了晚饭好办事 村里人早准备好了 村长一发话 随即韭菜都端上来 中途村长还端上来白酒 本来以为你不喝 起料连干几大碗 给村子里的其他村民都看痛快 毕竟他们一开始也都以为 倒是应该不喝酒 尤其是龙虎天师这种身份极高的 应当是德高望重 低酒不沾的 结果没想到这么豪爽 你连干几大碗 这群村民性格也很好爽 直接陪酒起来 喝到最后甚至开始夺酒 村长都喝到脸红了 神婆在旁边看得直翻白眼 疯了到底是来收拾兄灵的 还是来喝酒的 总感觉这天是不是很靠谱的样子 好在村长也知道 今天晚上不能喝多了 还有正事要办 于是最后一瓶白酒喝完之后 基本上晚饭就结束了 啤酒喝多了 脸都和红了 走路都有点挑 神婆问到天师 您没事吧 还行吗 您冷笑一声 表示一点问题都没有 虎有武松最大奖门神 今天他就来个最大兄灵 张玄清直接让神婆带他 去昨天晚上的案发现场 神婆虽然担心 但张玄清坚持 他就只能带路 挑了几个村子里胆大的年轻人 还有几个官差 一起朝昨天牛二喜失踪的地方过去 在到那个地方之前 几个官差也是开启了执法记录仪 按照规矩 他们要将办案全过程记录下来 对付兄灵也是办案过程 毕竟牛二喜的失踪总有个解释 兄灵作案也要留下证据 不然没办法跟上级交代 他们打开执法记录全程录像 很快出村来到案发地 神婆说 在您来之前 我已经通灵问过老仙了 牛二喜昨天晚上案发的时间 应该是快到凌晨 现在是十一点 马上也快到凌晨了 张玄清点头 看了一眼道路两边 这条路比较窄 左右都是河 只有前后可以通行 标准的农村窄土路 而且周围阴气很浓 阴气之中带有淡淡鬼气 张玄清对神婆和身边村长官差说道 你们几个找个地方藏起来 这里人太多 人气众凶灵不一定会来 留我一个 对方好来找我 村长看了一眼四周 这四周能藏身的地方不多 藏哪呀 除非跳到河里 张玄清随即掏出一打 俘虏给他们 这是藏起符 和隐秘符贴在身上 收敛人气 和人行鬼看不到你们就行了 村长神婆官差拿过俘虏 一人往身上贴了两张 然后就走到比较远的地 在原地蹲守 张玄清则是在原地等待 等了半个小时之后 村长竟然看到 这天是晚上 喝多了 原地倒头睡 那个样子 简直就跟农村罪汉 躺在路边睡觉 一模一样 村长靠这也太不靠谱了 官差也担心了 这能行吗 不会真请到假的了吧 这是天师 神婆都别吵 看起雾了 路中间张玄清直接睡在那里 酒喝大了 倒头就睡 给村长他们都看傻眼 这天师多少有点不对劲 就在这时候 神婆发现路的两边 开始起雾了 神婆直接让村长他们别出声 这雾不对劲 兄林应该来了 村长和官差 以及村里的几个小伙子 看着这路两边诡异的雾 大气也不敢出 瑟瑟发抖 谁见过这种场面 大雾说来就来 而且他们看到 似乎从那雾里面有东西走出来 两队人一前一后分 两边包抄天师 其中一队人身穿红衣 赤红帆吹奏唆唢呐锣鼓乐器 边走边跳 喜气洋洋 抬着八台梨木大红叫 另一队人身穿梭衣 赤白帆同样吹奏唆唢呐锣鼓乐器 抬着八台沙木 漆黑棺材 只嫌漫天飞 还有一个人坐在棺材上 十分邪义 村长说到不好 这是白氏碰到红氏 见鬼了神婆说到别说话 这些都不是人 牛二喜应该就是 被这些东西弄走 村长深吸一口气 那天师能行吗 他好像还没醒 先看着吧 他既然能当上龙虎天师 肯定是有点 本世的神婆 他们现在只能在这看着 以这神婆的实力 如果他能解决这里的事 就不会请张玄青过来 现在这种情况 只能看天师是怎么处理 如果天师也打不过的话 他冲上去也是送死 接着村长他们就看到 这轿子和棺材 距离张玄青越来越近 直至两者互相碰撞 擦肩而过 互相穿透而行 当两伙人都渐渐退去 他们发现 刚刚倒在地上的天师不见了 大雾退去 那两对邪灵已经不知去向 村长和棺材们 赶紧从藏身地出来 他们来到刚刚张玄青 所在的地方查看 人真的不见了 天师被带走了 这天师都被弄走了 我还以为这天师有多大本事 怎么直接被带走了呀 就说别给他喝酒吧 喝醉了睡着了 怎么动手 坏了坏了 这下完了 天师被邪灵杀了 几个村里的小伙子乱成一团 本来想着请天师过来 是斩妖除魔 没想到妖魔把天师斩了 这还了得 神婆说道 这件事情先别急 我们先回村 如果天师天亮之前还不回来的话 我们再去龙虎山问问 神婆现在也说不好是怎么回事 以那龙虎天师第一次见面给他的感觉 他觉得 龙虎天师不该是这样的水雾 但怎么会被如此轻易带走 他觉得 似乎有什么地方不对 可现在也找不到邪灵去了 只能先回村等白天再说 希望天师人没事吧 诡异的大雾之中 黑白撞杀的队伍 已经混成一个队伍 花轿搭在了棺材上 还叫人之中混着送葬人 红白混杂 说不出的诡异 刚刚坐在棺材上的那 各缩衣邪灵也消失不见 在红白撞杀的一瞬间 他躺进了棺材之中 而上方花轿之内 张玄青则被抓进了里面 张玄青坐在花轿里 这里本应该是古代新娘 坐的位置 他睁开眼睛 看着四面红色的花桥 如果是一般人 早被这场面吓尿了 但张玄青是龙虎天师 这种场面对他来说 只是小场面罢了 此刻的他 一改刚刚醉汉的模样 瞬间清醒 他刚刚要是不多喝两杯 不原地醉倒 这红白撞杀 怎么会这么顺利 把他抓到这里来 他之所以想被抓获 就是想看他这东西的背后 到底是谁在操控 红白撞杀最早源于 立鬼找替身 《茅山禁述》之中 记载了最早的红白撞杀 白杀的形成 是由道横极高的水鬼 头戴斗笠 身披缩衣而形成 红杀则是指 结婚时候死掉的新娘 怨气极重 当两者相遇 就会形成红白双杀 他们会在夜间行动 抓住活人之后 泼入江河湖水之中 淹死一个人 就有一只厉鬼 可以借体脱身 红白撞杀很难破解 除非道横极到的术士动手 不然一群水鬼怨灵聚集在一起 不是对手 就算是背后有老仙的 也要退避三射 但后来红白撞杀 也被用于两种枪 一种是歪门邪道 用来抓人猎人造武 另一种被山中大妖 用来抓人 昏昏是破 总之 红白撞杀不会凭空诞生 背后一定是有人 或者有某种路 光是把红白撞杀弄死没用 要把背后的人抓出来解决掉 还是从根源解决 问题所以 张玄清故意被他们逮过来 想看看 背后到底是谁在搞猫腻 他一路坐在轿子上 直奔邪陵卯朝 天际朗月也不愿看 明月土音风吹柳相 是女鬼秘爱狼 谁人愿爱犀利鬼 新娘背叛女鬼 生肖偷败 月光明月土光 她的眼光 她的眼光 好似好似星星发光 地剑地剑地剑的剑 心惶惶 红白撞杀在大雾之中 不知道走了多久 终于停下 张玄清透过花轿旁边的轿链 一看 似乎是停在了某个院落之中 院落很大 灯火通明 那些红白撞煞鬼 放下轿子棺材之后 就像是完成使命一样 各自散去 回到院落角落的黑罐子当中 张玄清面前传来一阵脚步声 接着他就看到一双红色绣花鞋 停在了他花轿前 下一秒 花轿门帘被掀开 一个身穿红色嫁衣的人形生物 出现在张玄清的面前 只不过这家伙 不能完全说他是人 因为他 虽然有人的身子 但明显是个妖怪 画形也只画了一半 爪子还是毛茸茸的 衣服之上的脑袋 更是一颗标致的狐狸脑袋 这还是只画了人装的风骚 老狐狸 在掀开门帘 看到张玄清的一瞬间 老狐狸还害羞了一下 手中扇子半遮面 老狐狸赞叹道 这次抓回来的 还是个俊俏的公子 好久没见这么细皮嫩肉的 嘻嘻嘻嘻 看来今天晚上 奴家我有福了 公子瞎叫吧 你上了我的花轿 从现在开始 就是我的人了 放心我会好好善待你了 老狐狸伸手 毛茸茸的爪子 要去摸张玄清的手 张玄清也露出笑容好好好 一只千年 老狐狸妙 这只老狐狸 应该就是红白撞杀背后的人 张玄清看着他风骚的模样 大致能看出他所修的功夫 这么风骚 多半也是踩金骨气之道 所以 他抓了牛二喜这种 精气神族的壮汉 而且一身新娘装扮 把人抓回来 明显是和他圆房的 张玄清看着他伸过来的爪子 他的爪子 还没有完全修成圆形 还是保持山中 也离那种野兽种 多少有点磕沉了 但凡完全化形 化成个美女 那还能看得过去 但就这个鬼样子 张玄清差点没吐出来 妖娶人精元 本来就是大罪 你这么丑的 更是罪大恶极 面对狐妖递过来的爪子 张玄清也不避讳 搭上他的手下的轿子 这只老狐狸 差一看着张玄清 他说道 小哥 在你之前来了那么多人 看到我的样子 无不害怕的 有些胆小的 甚至被奴家 吓到屎尿进出 而在我的花轿上的都有 你胆子不小 还敢牵我的小嫩手 这叫奴家怎么好意思啊 老狐狸着实感到惊异 张玄清不仅敢搭手 还放在这老狐狸 毛茸茸的狐狸爪子上 摸了两下 张玄清的身上 开始冒飞气 他怪异一笑 说道姑娘 说的哪里话 之前被你抓回来的那些人 肤浅肉眼凡胎 认得皮像美女 不知道你的珍贵 本作就不同了 我有天师慧眼 一眼就看出你的珍贵 千年老狐狸 今日要是把你除了 能长一大不公德 岂是那些凡尖皮像美女们 可以比得了的 张玄清的话 传到这老狐狸耳朵里 下一秒他瞬间脸色一变 因为这是老狐狸看到了 张玄清身上透出来的黑气 以及他双眼之中红光一闪 瞳孔收缩 双眼之中似有火焰喷出 老狐狸惊呼一声 已不是凡人 你是什么人 他意识到事情不对 此刻想要抽手离开 然而没机会了 张玄清的手 已经捏住他手腕筋落 他根本这么拖不开 张玄清我什么人 我混的人 你不是要踩我金元吗 好什么这只老狐狸挣扎的时候 张玄清的腰上一件东西 掉在了地上 老狐狸一看狐狸眼 人差点没瞪出来 过曹大阳平治都公益 老狐狸尖叫 盯着张玄清 你是龙虎山天师啊 红白撞煞 这帮傻逼 撞煞把脑子撞坏了 让这帮家伙抓壮汉回来 助他修行 你们这帮废物 把龙虎天师抓回来 张玄清不慌不忙 捡起地上大阳瓶 制毒功益 被你发现了 既然被你发现了 那我就不装了 我一个天师 随身带着天师印很合理 他刚把天师印捡起来 哗啦一声 背后天师剑也掉在地上 张玄清又弯腰去捡天师剑 他拿起天师剑 说到一个正经天师 我带着天师斩鞋剑出门 也很正常 说完 他将手中天师剑 蹭一声拔出来 下一秒就轮到老狐狸傻眼了 因为他赫然看到 这把天师剑 被张玄清拔出来之后 竟然酷酷冒黑烟了 老狐狸迷茫了等会 你真是龙虎天师 总感觉什么地方不对 你龙虎天师身上的邪气 怎么比我还重 而且 你这把天师剑 是正经天师剑吗 天师剑冒黑烟了 而且一股血腥味 哪来的 张玄清说到 我是不是正经天师 这就不是你该考虑的事情 胡 邀你欺人精元 修行杀人无数 今天频道斩你 你死得不冤 所以上路吧 张玄清手持血色天师剑 说完一剑 就朝狐妖砍了过去 一言不合就动手 说着说着就砍 这只老狐狸吓呆了 果实电光之间 他瞬间反应过来 在这种生死存亡之际 他几乎顷刻间 选择自断一臂 折断自己 被张玄清捏住的那只爪子 来保密 毕竟手和命之间选一个 他还是会做选择题的 断手挣脱束缚之后 老狐狸朝张玄清 吐了一口黑雾 这黑雾是他妖气所化 伴随汹涌恶臭和迷魂之气 普通人闻上一点 就会陷入幻境之中 即便是修为高深的术士或者道士 防备不及的情况下 也会中招 老狐狸身形暴退 目光死死盯住那团黑雾 笼罩住的张玄清 他断臂在滴血 额头狐狸毛发上 有痘大汗珠滑落 神情紧绷 毕竟站在他面前的是 龙虎天师 刚刚一个照面 已经能感觉到 这天师的强大 他刚刚喷出幻物 现在就看黑雾 能不能迷幻住张玄清 若能让他中招 自己说不定能赢 若是能杀了张玄清 夺他胸中之气 以天天师血肉炼丹 老狐狸不仅能断肢重生 甚至修为至少能再替千年 张家的天师血能克妖 但炼制之后 对妖怪们也是大补 所以 老狐狸挣脱第一时间没跑 他想赌一把 黑雾之中 张玄清身形没动 这老狐狸暂时看不出端倪 直到片刻之后 一道火光在黑雾之中点亮 一团汹涌火龙席卷而出 风沙老狐狸 赫然看到对面龙虎天师 双眼口中皆喷出熊熊赤 红火焰火焰 烧穿了他喷出的黑雾 张玄清道 老狐狸口气挺大 不过本作的口气也不小 老狐狸看着火龙 瞬间烧穿黑雾 汹涌火焰朝自己烧稳 三昧真火 他头皮炸开 赶紧闭上 三昧真火 传说中道家神火 记载之中说 三昧神火 色赤红 可从道人双眼口鼻之中喷出 断烧虚空 亦可无视肉身 直烧五脏 这火焰 可不是他这种千年狐狸能挡的 碰到就死 擦到就杀 狐狸躲避 现在闪身想跑 但可惜已经迟了 张玄清根本不给机会 雷焰断气后路的同时 他的五指之中 雷电顿声 心中诉讼 瞒雷咒 东甲前缘亨 正气素流行 无寿长生命 天地长中恒 隐符随无咒 驻我行大道 不敢折为蒙 训上天丁力 斩乳七祖行 急降急降 急速献真行 急急如律令 血色雷电瞬间从掌中激发而出 一道血雷劈在老狐狸背后 如同一根血枪 直接把他打 老狐狸惨叫一声 跌在地上不能动了 张玄清好 这老狐狸惨叫一声 被张玄清的血色雷电 从背后劈入 直接劈穿胸膛 老狐狸瞬间没了刚刚的神器 直接跌在地上 张玄清手里拿着天师剑 这只老狐狸此刻已经被打回原形 彻底变成狐狸的样 他受重伤 已经支撑不了 自己刚刚的人形模样了 这只狐狸看着天师拿着剑走过来 他连连求饶 跪在地上 忏悔的眼泪直接从眼睛里滑落下来 老狐狸赶紧磕头 天师天师 小得一时糊涂 你放过我 把我求你了 我这千年修为不义啊 你就看在上天有好生之德的份上 放我一马 我愿意进入龙虎山伏魔殿内颤 我不想死 龙虎山之内 有一座伏魔殿 是当年龙虎山的祖师爷创建的 伏魔殿的用处 是用来镇压那些 有忏悔之心的妖魔 将那些有忏悔之心的妖魔抓起来之后 关入伏魔殿内 每日受雷霆之苦 雷祖审判 直至改邪归正 这只老狐狸极其怕死 不然他也不会做出如此常态 他主动提出 自己要进入伏魔殿 但可惜 今天站在他面前的是张玄青 如果是龙虎山的其他道场 说不定真就如了他的愿 把他抓回去 张玄青却连犹豫都没犹豫一下 直接一箭斩下 砍下了这老狐狸的脑袋 伏魔殿 伏魔殿 在本作看来 甚至都没有存在的必要 老祖宗当年就是不够狠 没有把那些妖魔全部杀干净 所以才创建这种东西 用来关押他 每年 不知道要浪费龙虎山多少资源和钱财 来修缮 要是在网里放妖魔以后 龙虎山上干脆全部建伏魔殿算了 妖就是妖 只要敢害人 就得杀干净 现在讲的是 除恶无忌 张玄青一口三昧真火喷出 连带着这只狐狸的脑袋和肉身 全部烧成虚无 杀就要 杀个干净利落 除旧药 除个彻彻底底 优柔寡断 迟早成换 已经凉透的老狐狸六婷婷 这说的是人话吗 张玄青灭了这只狐狸 转头看着这妖洞 妖洞之内 还剩下一群小狐狸 这群小狐狸 还没化成人形 不过也打扮得喜气洋洋的 为他们的大王庆贺 这些小狐狸身上各个燃血 每一只都吸过人气 张玄青冷笑一声 将手中飞剑扔出去 侵划上帝赤刺剑招 血色天使剑 直接化为一柄飞剑冲出去 不过眨眼功夫 已经将这些小狐狸全载 别看这些狐狸小 留着也是祸害 从小耳濡目染 看到那只老狐狸 害人长大的 想让它们改邪归正 几乎不可能 一窝端最省事 除了这些狐狸之外 雕院角落还有一些黑坛子 这些黑坛子里面 装着的 就是一些被狐妖奴役的厉鬼 也就是把张玄青抓过来的 红白撞上 那些煞鬼 平日就被狐妖养在 这坛子里面 他们感受到 老狐狸被张玄青杀了 从坛子里出来 各个诉苦 说自己也是被逼的 天师 我们是苦命人 我们是被逼着干的 都是那只狐狸的错 张玄青闭嘴 还敢狡辩 看你们一个个都不像好人 就算被逼也是卫虎作娼 都该死五雷掌 张玄青掌中 血色五雷锁锅之处 所有厉鬼全被荡面 功德蹭蹭往上涨 杀了所有妖物 张玄青放出掌中血魔藤 等待血魔藤和血色天师剑 保引了这群狐狸鲜血之后 张玄青将两物收回 准备离去 在离去之前 他口中喷出火焰 一把火把这妖怪院子 直接点了 这地方不知道害了多少人 继续留在这里 看着也闹心 一把火直接烧了 张玄青烧了妖洞 走出来准备回西装村 起料就在张玄青 刚刚走出来妖洞之外 他和一只金蛇狼军对视 这只金蛇狼军 看上去修为 显然比洞内的 那只老狐狸修为要高 他已经完全化成人 行收敛了自身的妖气 普通人看到他的外表 就是一个穿着正常衣服的 中年男人 而且 还是身材很好的那种 但张玄青看到这家伙的第一眼 他的法眼 直接就看出 这伙不是人 金蛇狼军手中提着两样礼物 显然是赶着 给这只老狐狸送礼的 庆贺的 他手上的礼物之上 还写着喜字 但金蛇狼军此刻却站在外面 看着里面升起大火 他吓一跳 瞬间冷汗从背后升起 金蛇狼军转头就走 压根不敢跟张玄青对视 张玄青加快脚步 跟上了这家伙 金蛇狼军一直到自己背后有人 跟着他的脚步越来越快 张玄青也脚踏钢步跟了上来 钢步也叫吕布 是指 倒是在岛神伊犁中 常用的一种步伐动作 传为下语所创 不撑与步 因其步伐以北斗七星排列的位置 而行步转折 宛如踏在钢星斗秀之上 又称步刚踏斗 道教崇拜日月星辰由衷 北斗七星 认为 以此步太岛神和浅神赵灵 或七星之神器 驱邪迎针 道是行器 或入山林 亦多用之 以聚气淤血 加快速度 道家山林斩妖除魔 经常要在林中快速行军 追妖赶鬼 有三种加速方法 一约钢布 一约缩地成寸 一约藤云驾雾 但后面的两种 属于道家大法术 尤其是最后一种 藤云驾雾 只有顶级高宫才能施展 而且会消耗不少的法力 即便是高宫 不到必要时候 也不会用 一般情况下 追赶妖魔 钢布就够了 而且 钢布也有压制邪魔的效果 张玄清追这只金蛇狼君 就是不刚踏斗 张玄清快速赶上这 只金蛇狼君 他问道 道友手上 带了不少礼物 来走亲戚 金蛇狼君 头上汗都流下来了 面对天师的问题 他点点头 事实呢 为什么看到我就跑啊 认识我吗 金蛇狼君摇头 不不认识 只是突然感觉身体不适 想快点回家 张玄清 你跟刚刚被火烧的 那个腰洞里的老狐狸 是朋友金蛇狼君 什么腰洞 什么狐狸 我不知道啊 道长话可不能乱说 我正惊人 金蛇狼君都快下软了 金蛇狼君腿都下软了 他今天 而且也是多年邻居 早年因为一些暗伤 所以 那只老狐狸 才迟迟没有完成划行 但最近这段时间 听到老狐狸给他的消息时 只要他再吸几个人的精气 就可以完成划行了 得到消息之后 这金蛇狼君 就弄了点灵芝 灵果过来给他庆贺 没想到一来 就看到老狐狸所在的妖洞 一把火被人烧了 而且烧他妖洞的火 还是道家传说中的三昧真火 三昧真火威力巨大 我是非凡间火焰所能 金蛇狼君好歹也是千年大妖 一眼能看出来 然后他就看到张玄青从里面走出来 这家伙脚踏刚步 一看就是道士 而且 还是道横很高的那种道士 和张玄青对视的第一眼 金蛇狼君就感觉到 一股恐怖的杀气和压迫 这种感觉 就像是一个普通人 见到一只千年大妖 这谁顶得住啊 就像是你看到 一头千年蛇王 用毒蛇一样的目光 死死盯着给妮妮不跑 所以他跑了 但金蛇狼君没想到 只是跟他对视一眼而已 这道士竟然追上了 而且速度越来越快 直到和他齐头并进 没有放过他的意思 金蛇狼君疯狂否认 自己和那老狐狸认识 说到最后 这只金蛇狼君都快哭了 哥我真不认识他 你别再问了 我们往日无怨 近日无仇的 干嘛死咬着我不放 张玄青小小蛇腰还敢嘴硬 你来给那只老狐狸贺喜 物以类聚 妖以群分 它不是好东西 你能是什么好东西 光凭这一点 你就已有取死之道 受死吧我一眼 看出你不是人 雷法张玄青五指一念 刹那间生出血泪 一道掌心雷 直接在他掌中汇聚 下一秒 他一把揪住金蛇狼君的衣服胸口 金蛇狼君连反应的机会都没有 张玄青直接把手中掌心雷 塞到他的嘴里 轰雷法炸开 这条金蛇狼君 嘴直接被雷法炸烂 金蛇狼君想惨叫 但嘴烂了 根本叫不出来 他想说话 但一句话都说不出 用仇恨的目光 死死盯着张玄青 金蛇狼君内心卧槽 出门遇到神经病了 道士里头什么时候出了这么个滇子 自己明明什么都没干 是路过一言不合 你就雷法 金蛇狼君被张玄青吓妈了 天灵盖都要飞起来 他知道跟张玄青讲不了道理 他摇身一变 直接化为原形 变成一只金色巨蛇 贴地顿走 化为原形金蛇之后 他的速度显然提升了好几倍 直接跑张玄青 反手拔出天师剑 天师剑上血气喷涌 酷酷冒黑烟 跑作贼不心虚 你跑什么 你越跑说明你越心虚 越心虚越说明我做对了 受死一次 不治而醉不原 二次不治 秘结相连 三次不治 凛冽封烟 无闻三清上圣 雷霆之祖 天命负我 我命负辱 辱若负无 天令不许无 奉真亡令 剑出瞬间化为血色流光 只斩金蛇 这条金蛇回头看了一眼 看到张玄青飞剑追过来了 他吓到灵魂都快出窍 妈的神经啊 不跑吃雷法 跑了吃飞剑 你给我说话的机会了吗 不跑比跑死得更快 这条金蛇 自然也不会坐以待毙 口中一吐 他口中有一颗金色宝珠 被他吐出来 金色宝珠散发盈盈金光 直接迎上张玄青的飞剑 和他飞剑狠狠撞一下 这金色宝珠 是这只金蛇的内单 也是他的本命法宝 拿出来对敌 是为了拖延住张玄青的飞剑 给自己争取到逃跑时间 但他还是低估了张玄青的修为 张玄青一步踏出 缩地成寸 刹那间挪移到了金色宝珠的面前 他直接伸手一抓 将这蛇妖内单金色宝珠 一把抓在手里 内单区区一颗内单 也想挡平到 张玄青不懈操控飞剑 继续追杀 那条金蛇感应到自己内单 被张玄青一把抓住 他想操控内单挣脱 那东西不仅仅是他的本命法器 对他来说极其重要 几乎等同于汽车发动机 人类修饰的金单 没了这东西 他的千年修为 至少要损失八百年 张玄青感受到自己掌中 这颗金色腰单 想要脱困 他也不惯着平到 抓住了你还想跑 张玄青假意松开掌中金单 这颗金单随即腾飞而起 刚想脱困 起料张玄青突然张口过来 一口咬住金单 道家神通 铁齿铜牙 他的牙齿瞬间化为金色 一口就将这金单咬碎 体内妖魔之气 混杂道家功法 将金单托入腹中吃 吃了金单被嚼碎 这条金蛇感应到内单没了 他瞬间实力大跌 一口舌血喷出来 打死他也想不到 那个道士一口把自己腰单吃了 这他妈还是个人吗 他真是道士 金蛇内单被吞 不仅进阶大跌 他的速度也慢下来 飞剑发出嗡嗡金震之音 转瞬间就跟上了他 而后在这金蛇狼郡绝望的目光下 张玄青的飞剑 直接将其切成几段 死的不能再死 张玄青紧随气候跟上来 看着已经被切成几段的金蛇 蛇血可是大骨 别浪费了 他放出血魔藤照例 血魔藤和天使剑两者吸食血液 吸完了狐狸的吸 这条蛇一天之内 吸了两只千年大腰的妖血 对血魔藤和天使剑 都助长不少威力 看着地上蛇肉 张玄青袖子一挥 也将其收了起来 带回山去烹蛇肉吃 而且 千年大腰的血肉 也能助长修为 张玄青剁掉蛇头 用火将蛇头烧化 防止毒牙污染一方 剁蛇头的时候 他能看到这条金蛇 不甘和怨气的双眼 张玄青能够感受到 这家伙不服 但他没觉得自己做错 滥杀无辜 不不不这叫防患于未然 谁知道这条金蛇以后 会不会害人 现在多杀一个 以后就少杀一个 没人比我更懂慈悲